所以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 這群南平里社区關懷古店的老婆婆 中秋近前由安南上七年明 給下春花塞祝花愛心 在離島的客座 選定慶安宮廟前發送硬件的優惡 跟人手之間的消毒噴霧 對好由中秋回鄉探親的林條 一定要注意保護四大人的健康加強風液 尤其是孤單老人以及家裡人 沒辦法回鄉團圓的 也帶著家修現象中秋的祝福 讓老人感到很感謝 感情很高興 這麼好 對我們來說很幸福 真的有這麼幸福 特別提醒長輩們 我們來送這個防疫噴霧 請他們加強防疫在中秋佳節的期間 希望大家有團圓 渡過快樂的中秋佳節 而且也能注意防疫的觀念 避免中秋佳節過後 又是另外一波的疫情 對 然後也很多人 他沒有辦法回來看爸爸媽媽 我們也代表他盡一份孝心 給這個長者一個中秋節禮物 幼稚呢 馬豆文蛋 然後還有我們的防疫噴霧 希望給長輩他們感到很溫心 渡過一個快樂的中秋節 幾句了解 南平里就是一個起點 對九月一合開始 阿南上七年免跟春輝 塞祝會 將將對阿南區八十歲以上中月 準備五百分分蛋和小豆分子 只要拿新聞前到安中路 有四大二百七十七合 第一免免費來領 應加強風野心 來度過中秋連鎖 加油地浪 入酒地浪 早秋加錢 防疫循環 待新聞關於河橋邦蔡宏佛的 你這個好事 累了 能不能 海安 河河 谢谢大家